来自南方都市报报报,据广州铁路微博消息,31号9时01分, 近铁路部门紧张抢修,京广铁路称州段他方区段上下行线路恢复通车。 据南方都市报早前报道,3月30号12时许, 从济南开往广州的特179次列车在湖南称州永兴县境内发生册翻。